我覺得把冠是還好 就是一點試痛而已 我有把過一次 然後那個枕骨的部分 我有去枕骨過一次 我考慮要超久 一兩年吧 因為我生小孩兩胎了嘛 然後這邊臀部很寬 對 所以想說什麼運動都是沒有用 肚子消了 但是這個還是很寬 就去枕骨 結果呢 而且我是很生氣的說 小姐 妳要放輕鬆喔 放輕鬆了 什麼輕鬆 那個快要半小命了 對 緊張死了 然後就聽到那咕咕咕的聲音 可是泰式按摩不是也會這樣 咕咕咕嗎 會啊 會 對 泰式按摩 股骨變化很大 感覺就很不放心啊 可是是不是有效 還滿舒服 好像坐完就鬆了那種感覺 不知道幹嘛 就是很舒服 這個是民間傳統的那個療法 以前也是跟妳一樣 生寶寶之前 就也無法接受那種的師父嘛 因為我也不敢去 我只看 我覺得他是病人 可是我懷孕的時候 生第一個寶寶就加了20公斤 不少 但是 對 但是那時候就不知道 一天起來 然後就 就有一個卡卡的聲音 然後就沒有辦法 這是在我懷孕第六個月 因為沒有醫生可以幫忙 因為那時候大家都不敢動妳 對 這個很危險 如果你這邊 這邊被痛 下面他們都不敢摸這邊的 然後我生完寶寶 做完葉子 然後老公就跟我說 那我帶妳去一個師父看 因為我有看醫生 然後醫生也有做那個X1 他說你沒事啊 你應該等一下就沒事了 我等了一兩個月 沒有辦法 還是沒有辦法走路 還是沒有辦法下來 他那個叫做閃到腰 真的 好難接受 然後就醫到那個師父 然後他說難得 因為你骨頭跑掉了 而且寶寶出生的時候 你這個骨頭 骨盆 對 他說你的骨盆就泡掉了 所以他要把這個到後面 喬回來 講得好恐怖喔 一邊在後面 他看我的背就說一邊跳出來了 然後另外一邊是比較在前面 所以他要把它弄直的 對 喬陣這樣 超痛啊 我老公都有錄影 他就一直不知道 有用一個繩子然後放在這邊 然後就一直打這邊 然後那邊 就弄成超恐怖 可是人家修好了 真的 修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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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厲害的 這個在老外他沒有這種結骨 他只有西醫嘛 他真的很會 他很了解 看他也會考慮一兩年才可以去 我在思考中 等你有需要的時候就會去了 目前需要的時候不管 你也不能接受人家 我無法接受的就是 對 對 而且最近發生比較危險的事情 因為我女兒剛好學好了怎麼打開門 然後到情敏節 大家都要拜拜 少禁止嘛 然後我女兒一打開門就開始叫 媽媽有吼什麼的 然後我一看 然後也嚇死了 因為這邊被這小寶寶嘛 然後這邊女兒泡掉 趕快進來了 她嚇死人了 因為在外面就我們門口那邊 就有打火了 打野啦 真的 我因為那邊是鐵門 所以我還沒有看到清楚 是人家在燒那個金子 可是我覺得超危險 因為是在樓梯 不是在外面 不是在 他們沒有辦到樓下那邊燒嘛 它是在裡面 樓梯 我們門中間那邊 OK… 你看那個牆壁就 整個都是黑的 然後上面也是黑的 我們的空間可能 不到兩個公尺而已 所以它就在那邊又少了 我覺得這樣子太危險 因為我們住小的箱子裡面 我覺得如果這樣子 整個房子有火 沒錯 火車人就他們沒有辦法進來 消防員 對啊 其實這個的我覺得有點像 有一次就是我先生跟婆婆 就是帶我去一個廟裡面 然後我第一次遇到一個叫做 棟子 是嗎 棟子 然後他就是在跳 然後他就 然後我就想說發生什麼事呢 他就是一直繞著我 然後敲我 然後我就有點害怕 因為我就想說我是不是 妳香港這種都很多啊 香港打了一個小人頭 打了一個兩個人家 對 這個打小人頭是打假的 那個是紙嘛 我們台灣都來真的 打真的嘛 然後他打完之後還要我喝那個水 浮水 對 浮水 然後我還是乖 很乖啦 乖乖的喝下去 可是我是喝完之後 我就看一下我先生 看一下我婆婆 然後他們就很乖 這樣很乖 可是以後我都不敢再碰這個東西 對 有點怕怕的 燒金子有在改變了 有在改 現在也規定說廟什麼那些 盡量不燒金子 現在就不能放鞭炮了嘛 有啦 慢慢聽妳 還是我的鄰居還是這樣啊 鄰居沒 我跟他說這樣這很危險 而且我有兩個小寶寶嗎 不會啦 他有一個金筒在那裡 燒金的一個筒子嘛 對 他人不要離開嘛 有時候燒燒那飛起來 然後隔壁就…就著火了 會喔 因為妳改變 好不好 我喜歡他會因為你改變 OK…來… 放到樓下 莎莎… 然後我覺得台灣人乾杯的文化 太可怕了 是嗎 會嗎 對 因為我覺得我們俄羅斯人 不會這樣喝 俄羅斯人很會喝酒啊 對 你們就是這樣覺得 但我覺得台灣人很會喝 喝喝喝喝喝不相信 因為不是Vodka 是啤酒 我就是覺得台灣人喝啤酒 太誇張 杯子不會空的 一直要加酒 加酒… 加酒… 對… 對 因為我現在跟老公一起出去 吃飯的時候 他們開始喝啤酒 但是啤酒他們就是乾杯… 這樣子一直喝… 所以之後我就覺得 你們這樣喝不會肚子太飽嗎 因為我們在俄羅斯不會這樣喝 所以我覺得台灣人真的太厲害了 我們喝酒還能被俄羅斯人稱讚 俄羅斯喝酒有名的國家 好 OK 來到我們台灣對不對 外籍的正妹太太們 分享她們在台灣被童話的部分 待久了 喝老公的口水喝那麼多了 也該童話了吧 妳覺得哪一個部分 回到香港人家都不認得妳 其實是因為我已經習慣了 就是左駕跟右駕的關係 以前英國是…右駕 右駕 沒錯 如果在台灣的話 就是我們的副駕駛是右邊 是嗎 然後我就是很習慣要走到那個右邊 我回到香港我就馬上朋友來接我 我就走到右邊 然後我朋友就說 妳要開車啊 妳幹嘛啊 這是我司機位置耶 妳過去啊 妳在那邊耶 然後說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我就走過去 我就想說 對…已經同…就是同化了 已經完全習慣了這個 然後另外就是甜度冰塊 就是我們在台灣 是不是可以點甜度冰塊 然後我在茶餐廳 然後我就點說 不好意思 我想要那個 小冰 然後無糖 對 微糖 然後她就是小姐兩塊錢 加兩塊錢 要那個凍飲啊 冰塊兩塊錢 然後說不好意思 那不要好了 因為我已經忘記了這個是 香港不是台灣 對 台灣真的很好可以調整 因為類似說我不想要喝太甜的話 也可以調整 這個是被同化的地方 因為香港還好很近 一個鐘頭內就到了 對 所以常回去 想念的話就可以飛回來台灣 想念台灣的飲料或什麼的 妳住香港啊 現在 我現在因為在航空公司工作 所以在香港比較多 對 剛開始來台灣的時候 我有早八的課嘛 所以我早八的課 當然是要七點起來啊 將來就七點起來之後 要洗澡啊 就打扮啊 換衣服啊 結果我洗好澡 回到寢室的時候 我室友通通都準備出門 要吃早餐了 對 妳用了很多時間在Make Up 幹嘛 你們沒有洗澡嗎 早上 對 我們應該是說泰國太熱 所以我們一天洗兩 三 四澡 是正常的 對 對 沒錯 然後我就看到他們 你們都不要打扮 不要洗澡 不要換衣服嘛 直接出門去吃早餐 而且覺得還好特別喔 對 而且就不要化妝真的很方便 後來我來台灣就是 其實大家要不化妝 就不要化妝就好了 這麼辛苦是不是 對啊 泰國晚上睡覺基本上 因為全年都是夏天嘛 他們大概都是把那個 門窗通通打開就睡覺對不對 對 我們游泳也要化妝你知道嗎 妳們很重視是不是 對 很重視 我們小時候就一定要會打扮 就是腋下 身體的毛都要刮 腋下 腳 高中都會了 其實在亞洲大家都喜歡戴口罩 那個還是疫情之前也是一樣 就是大家就 而且比如說在日本 不是女生如果沒有時間化妝 他們就覺得好像 對 好像沒有安全感 他們就是戴 而且覺得不禮貌 就覺得在台灣 比如說之前我朋友感冒了 他們就是會戴口罩 我就想說你為什麼戴口罩 因為他說他不要傳染 傳染給別人 給大家那個病毒 所以我就說 這個其實很好的觀念 然後我又一次回烏克蘭 然後我就覺得 就是身體有點不舒服 因為第一個可能晚差 或者是怎麼樣 反正感冒了 我就上公車 我戴口罩 但是在烏克蘭 連疫情的時候 大家都不願意戴口罩 何況說之前 美國也是啦 他們覺得戴口罩 我就生病的人 我又沒生病我幹嘛要戴口罩 他們都覺得 如果你戴口罩很可怕 然後我就那時候覺得 好 我覺得應該要戴口罩 因為要去那個上公車 然後我戴著口罩 然後在那邊 大家都不管靠近我 我就想說 我就是今天為你們想 然後你們就是還覺得 我是乖乖的 然後我就看到我在前面的門那邊 有一個阿伯 就是一直咳嗽很大聲 然後流鼻涕什麼的 大家都OK 就正常 就生病 稍微生病就好了 只是因為他沒戴口罩 待會兒有戴口罩 戴口罩會被排擠就對了 打噴擊那個咳嗽 所以大家都覺得OK 沒差 所以就是說在台灣大家其實 還是會為別人想 OK… 保護自己 保護別人 對 很貼心 OK啦…最安全最重要 生第一台的時候就老公跟我說 你知道我們在台灣有 做月子的文化嗎 所以你應該要住在月子中心 我說三天嘛 就是藏後三四天嘛 他說不是… 就一個月六個禮拜 我說 寶寶一出生 你要把我丟在什麼飯店裡面 然後你要自己跑來跑去是不是 然後 然後他就說 根本不是啊 你這樣子才會休息 寶寶丟在那個護士門那邊 然後你可以休息吃個飯什麼的 我說寶寶一出生我要休息嘛 寶寶一出生我應該要照顧他 給他愛嘛 不是嘛 你不是要當好的爸爸嗎 我哪時候搞不懂 沒有 現在是好的爸爸 才會讓你去住坐月子中心 對啊 住一個都會下來要二三十萬要 超級貴啊 後來我知道那個價錢 我就跟他說 好 其實我覺得 你可以帶我去住巴黎 我可以住六週 我可以住兩個月都沒問題 但是不要把這些錢放在月子中心 然後其實我們還是 那時候有訂月子餐 然後我恢復很快 所以我生第二個寶寶的時候 其實是在波蘭 我們回不到台灣 因為那時候疫情的關係 所以我們的飛機票就一直被取消了 所以我們回不到台灣 然後我說我懷孕了 所以你要自己想辦法 怎麼把我送到台灣 因為我要在台灣送寶寶 我要在台灣坐月子 我要去夜子餐 OK… OK 好…你看這個 晨夜宵何拜一下 那我到馬上就開始準備喔 馬上就開始準備回台灣 對 都沒問題了 有啦 坐月子中心 因為他們可能沒有什麼婆媳問題 坐月子中心的產婦 心情變化比較大 在那個月子中心 有吃有住 孩子有人照顧 心情會放鬆 我在台灣已經九年了 所以我跟朋友寫會了說 客套話 對 就是通訪 怎麼說 客套話 對 客套話 客套話 對 會啦 對啊 因為我覺得如果你跟一個 就是在路上有道理你的朋友 但是你沒有時間跟他聊天 你就可以跟他說我們下次見面吃飯 聊天… 對 拜拜 OK 現在在台灣 應該朋友都很多了啦 你們 對 有很多 歡迎來到台灣 台灣很友善 而且這裡人們大家都那麼友善 對 要貼心 我們有看到外國的朋友在台灣 你們老早都是我們心裡面 台灣的一部分 好不好 再次謝謝他們的分享 謝謝 謝謝 你下载中天新闻网APP了吗 我想和你分享一个 下载中天新闻网APP 很实际的理由 你知道有些新闻 在绿媒是看不到的吗 没关系 绿媒不报的 中天买报 请立刻下载中天新闻网APP 和我们一起用真相守护台湾 多一个下载 就有多一份力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